我是Rachel 我是香港人 我是土生土長香港人 我家都是香港的 媽媽 爸爸都是香港人 婆婆在大陸游泳下來 那時共產黨就鬥 因為那時鬥地主 我婆婆剛巧 我太公太婆就是地主 那時我婆婆要走南下來香港 游泳下來 然後游泳下來 由零開始重新來過 結果我媽媽 阿姨就出生 我媽媽慢慢地捱 就到了我 結果 很多香港人很典型的故事 因為香港人很多都是捱出來的 其實香港以前的人是很窮的 例如窮得每個人都住在九龍城寨 或者是住一些臨租屋 那些東西 不過現在香港這麼有錢的原因 就是因為 上一代的人捱得很厲害 這樣就捱 就搞得香港很富有 這樣 現在香港就是差不多全世界最 最多有錢的人 那香港對我是一個家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在香港大 我也是香港人 我懂得廣東話 還有很多東西都是香港 我會覺得是家 因為我最喜歡吃的東西都是 例如點心 叉燒飯 雞蛋仔 魚蛋 這些東西 那很多都是 我最喜歡吃的東西都是香港來 那 那 我住就住在香港 那 譬如我未來之前都是住在香港 那我讀書也是在香港 那雖然我在學校是講 來英文 巨大 因為我來讀學校 不過 我們很多朋友都是講廣東話 還有 還有些什麼 還有 還有香港其實 是 永遠都是 會在我家 因為那些文化是比 中國大陸 台灣 新加坡 馬來西亞不同的 我們那些文化是很獨有 因為我們這裏 基本上是 中西合璧 譬如 我們那時候 有這麼多年都是被英國政府統治 之後就還回中國 不過我們的文化和 中國大陸的文化很不同 因為 我們很多東西都是 我們獨有 我們說的東西很多都是 英文變化出來 還有 我們 很多的人都 會講兩種議員 起碼 起碼會講英文 和 英文或者普通話 然後跟葛東話 那 還有 我們家裡 就覺得 我覺得家裡 意思是 譬如 我吃的東西 我的鄰居 香港的獨有文化 譬如 香港人去遊行 香港人有什麼事都會 去 撐到底 那 很多這些特徵 我都覺得 香港人 是 我也有同樣的特徵 所以我覺得 香港是我的家 香港是一個很國際化的城市 可以容納到很多不同文化的人 你有香港人 有外國人 有印度人 有南亞人 有很多不同種族的人 其實 香港雖然有95%都是香港人 或者中國人 不過其實 那個5%裡面 有很多不同人 是來自不同的國家 或者媽媽是另一個國籍的人 或者是另一個國籍的人 或者是香港人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香港和紐約都相似 有少少部分 不過 雖然 之後 我想我應該都不會短期來回香港 我會回香港探望家人 不過 我想長期我都會住在別的地方 就算我長期住在別的地方 我永遠都會覺得 香港是我的家 因為始終那裡是我出生長大的地方 還有 如果沒有了香港的話 我根本都不會 我根本都不會知道 我根本都不會知道 家裡的感覺是怎樣 除了家人之外 我都不會知道 家裡的感覺是怎樣 所以我覺得 香港 對我是一個家 還有 我也都很擔心 將來來中國大陸 就慢慢慢慢想 將香港統治 這樣 那 他想將我們的文化 容納去他們自己的文化 就 令到我很害怕 因為 香港這麼獨有的文化 如果再不 我們再不保留的話 我們就 會慢慢看著它消失 這樣 那我其實覺得 香港人應該 很努力地 維護他們的文化 因為 始終 這些文化 你不可以 是 你不可以 因為 你 你 覺得自己 是 used to it 那你就不理 你要保護它 才會 完完整整 這樣 不會被人吞吃 那其實 我覺得 香港政府 都應該 應該不要再益 那些大的集團 那些大的集團 只會將香港 細譜 有文化特色的東西 就趕絕 那 其實好像小時候 經常在街上 有那些 車仔麵 魚蛋 刀魚蛋 抄日子 現在我都越來越少見 已經都不知道 連那些什麼 那些 那些 很多那些 龍鬚糖 那些 什麼蔥油餅 那些 那些東西 我已經 不知道在哪裡買 很想吃又沒有了 那我覺得如果 遲下遲下 連 那些 賣雞蛋仔 那些店都沒有賣過 那我覺得 香港應該 那個文化應該會 快樂 那我也覺得很擔心 因為這些 我覺得 很值得去保留 不過 無論什麼 發生什麼事都好 我都會覺得 香港是我家 因為始終都是在那裡出生 那 對了 那先說到這麼多 拜拜